科基有三宝 腿短 垫臀 脾气好 今天我们来扒一扒科基 您别看科基看起来各自小不起眼 可人家是正儿八九的牧牛犬 可能有人不相信 一头牛少说有1000斤 但科基只有20斤 并且科基腿那么短 他凭什么能牧牛 吹的吧 您别不信 放牛这活还真只有科基能干 别的狗够呛 科基 全名威尔士科基犬 其最早历史可以追溯到11世纪 1107年 法兰德斯一些编织工人到威尔士定居 一并将科基犬带到了威尔士地区 11世纪的威尔士地区是一片辽阔的草原 地域开阔 非常适合放牧 所以威尔士地区的民众大多以养牛为生 但牛这种动物没有领地意识 因此经常有别人家的牛 跑到自己家的牧场来吃草 这时候就需要科基出马 农场主会发出指令 让科基去咬牛的腿 牛被咬疼后会逃跑 之后由科基跟在牛后面吼叫去赶 将牛赶出领地 这就是科基牧牛的原形 最早的科基犬其实不是用来牧牛的 而是用来驱赶牛群的 在此后的日子里 由于各家牛群越来越大 忙不过来 农场主转念一想 科基可以驱赶别人家的牛 为什么不训练他来驱赶自己家的牛群 为自己放牧呢 至此科基牧牛犬诞生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后的牧牛犬生涯中 科基表现非常出色 但遗憾的是 时不时有科基在牧牛时 会被牛群踩中尾巴 一旦被踩中 牛群后续的冲击 会让科基彻底丧命 所以有了科基结尾的习俗 在科基出生不久后 还没有疼痛感时 截掉他的尾巴 这是为了保命 至于科基为什么能牧牛 全靠他的电臀 科基的臀部肌肉非常发达 发达到科基的重心靠后 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为科基是后驱 同时他发达的臀部肌肉 还给他提供了完美的稳定性 让他在高速奔跑腾挪时 不至于翻车 具体原理可以参考F1赛车 其次肌肉发达就算了 他的运动神经也很完美 完美到科基可以随意控制 任何一条臀部肌肉 科基的招牌动作 电臀就是这么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科基能牧牛的原因 这些敏锐且发达的肌肉 能让科基拥有良好的爆发性跟耐力 更能让科基在牛群中如鱼得水 轻松躲过高速踢来的牛蹄 所以别看科基腿短 他跑起来牛都追不上 更别提主人了 并且科基牧牛的历史长达数百年 并不是徒有其表 人家是真有本事 前两天有粉丝告诉我 他家科基脾气大 我觉得吧 本事大一些的狗脾气大很正常嘛 你说呢